这轮就是为啥楼市没像2008年和2015年那样 快速B型反弹呢 抛开周期因素 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原因一 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没钱买房了 你知道吗 房价的高低其实取决于老百姓的负债能力 只要老百姓还能借钱买房 房价只会一直涨 但是现在老百姓的负债已经快要爆炸了 你看看2008年的时候 我们的居民负债率才百分之17.0 到了2015年就涨到了百分之31 那现在呢 已经超过百分之64了 这意味着 我们每个人平均都欠了一堆钱 还不上啊 这样的情况下 谁还敢买房吗 原因二 现在的货币政策比较谨善 你可能还记得 2008年和2015年的时候 村里为了救楼市 出台了很多强烈的政策 比如每次降准都是100个基点 还有4万亿的刺激计划 还有蓬改货币化 这些政策都是为了让老百姓有钱有信心买房 让房价回满 但是现在村里的态度变了 现在的降准只有25个基点 没有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也没有蓬改货币化 而且利率也没有像2008年那样大幅下降 存量贷款也没有像2015年那样一刀切 这些都说明村里已经不想让房价再涨了 而是想让楼市平稳降温 那么为什么村里会这样做呢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把这两个真相归了一下 你会发现 它们都跟两个字有关 经济和政策 因为居民负债率是个相对概念 只要经济好 收入高 通胀高 负债率只会降低 而村里的政策 也是根据经济形式来调整的 如果经济不好 就要刺激消费 让楼市活跃 如果经济好 就要控制风险 让楼市稳定 比如在一线城市 20年前建了50万买房的人 现在可能值得自己赚方了 因为房价涨了好几倍 但是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 我们的村里有两个目标 第一 让GDP越来越高 第二 让老百姓的CPI越来越低 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做到这两点可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经济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有时候一点小变化 只会引起大波动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 买房的时候 也要看清楚市场的走势 不要盲目跟风 因为房子的本质是不变的 但是不同的时期 它的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别 你看 现在卖房的人亏得要死 为什么 因为 现在是经济下滑的时候 你再看 2019年买房的人也亏得要死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是房价高峰的时候 所以 买房要有眼光 卖房要有智慧 其次 在经济周期中 有一个东西 对你的钱包有很大的影响 那就是美人的涨跌 我跟你说 只要美人涨了 你的人民币就会缩水 你可能会问 那我不是应该看人口 土地 金融这些东西吗 美人涨了房价就会跌 美人跌了房价就会涨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货币的问题 那么 美元加息 降息会对你的房子产生什么影响呢 大家都知道 美国加息主要是为了控制自家经济 防止通货膨胀 但是 为啥美国加息会引发全球观众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词 西插套利 听起来复杂 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 我用一个小故事来帮你解释 假设有个星球 上面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熊国 他们的货币分别是英币和熊币 出使存款利率都是1% 假如你有100万 存哪个国家的银行都能拿到1%的利息 有一天 英国突然把存款利率提高到了5% 这时候你就有了的机会 可以把钱存到英国银行 拿到5%的利息 比熊国多出4% 这就是西插套利 利用两国利率差异赚值收益 当然 不止你一个人看到这个机会 熊国的很多机构也发现了 他们就从熊国银行借钱 然后存到英国银行 赚取4%的利差收益 但这过程中有个问题 就是货币对话 你借的是熊币 存的是英币 需要在外汇市场把熊币换成英币 这样一来 英币变得抢手 熊币供应增多 导致英币升值 熊币贬值 在这的薪酬上 还有一些跨国公司 在两国都有投资 起初 他们觉得熊国经济好 只用英币换熊币 去买熊国的房子 股票 企业等 熊国经济确实不错 他们的投资也挺成功 100万涨到了120万 但当他们听说英国加息后 就不开心嘛 因为他们发现 虽然赚了20万 但如果把熊币换回英币 只能换到102万 这意味着 他们的投资可能会亏钱 所以 他们赶紧卖掉熊国的资产 把熊币换成英币 回到英国 这样一来 熊国的房价 股价 企业价值都下跌 这种情绪和趋势会越来越严重 导致更多人抛售熊国资产 逃离熊国 只要美元一直加息 获得利率保持高位 那么2000美元的存款 就能拿到5.3%的无风险收益 这5.3%的收益换成熊币 可不得了 因此 只要美元一直加息 获得利率高于5% 资金就会流向美元 这个无风险收益率 不过最新消息是 美元储可能要停止加息了 那这也意味着 美元的收益率将要一脉下降了 大家记好这几个关键点 美元降息 人民币升值 我们的购买力就提高了 不是吗 那么 这对我们的楼市有什么好处呢 很简单 美元降息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楼市 献了一座大山 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房企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你可能不太明白 我来给你指个例子 假设一个房企 以前建了一美元 国内赚6块钱正能还上 但是美元升之后 他要赚7块钱才能还 这就增加了他的成本 压缩了他的利润 那么 他怎么办呢 他只能提高房价 或者减少房屋的面积 来保证自己的收入 这就导致我们的房子越来越贵 越来越小 但是现在美元降息了 他的成本就降低了 这对我们来说 不是的好消息吗 当然 房企也不是一下子 正能摆脱困境的 他们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 但是 随着美联储降息 他们的偿债压力会逐渐减小 信心也会逐渐恢复 这对我们的楼市 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那么 楼市的未来会怎样呢 我有几点看法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货币政策松了一口气 虽然不是大水漫灌 但也比以前松了不少 比如那一万亿的特殊国债 和2.7亿的地方专项债 都是给楼市打了一针强心剂 我觉得这次的好事 说明咱们的货币政策 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不会一味的紧缩 第二 困境有了转机 咱们中国的政策 要考虑三的方面 资本流动 货币政策和汇率 这三的方面 是不能同时满足的 我们只能使两个 现在美元开始降息了 这就给我们的政策 流出了更多的异地 我们可以更自主地 调节货币政策和汇率 对楼市有利 第三 楼市的涨跌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 从长远的角度看 楼市的利好因素 正在逐渐增多 比如人口增长 城市化进程 经济发展等等 这些因素都会推动楼市的需求和价格 让楼市走向复苏 第四 房地产的地位在提升 你们有没有发现 北京和上海最近都出台了一些就市的政策 比如降低了利率 首付和税费等等 北京和上海可不是一般的城市 它们是我们的超级城市 跟世界上的大都市不相上下 所以 北京和上海的楼市 这是咱们村里房产的经标准 它们的政策变化 对全国的楼市都有重要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